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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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作品《关注时代洪流》中个体的苦难和挣扎 展现底层人物的命运沉浮 几乎串起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时 他的电影被称为《中国的新闻简报》 但贾张科从未停止对电影的探索 他最新导演作品《一直游到海水遍蓝》 于2020年在第70节柏林国际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 在疫情的影响下 时隔一年终于在国内上映 《一直游到海水遍蓝》 通过18个章节 讲述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 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 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 贾平蛙 于华和梁洪 所谓主要的叙述者 与已故作家马峰的女儿一起 重新注视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家庭 让影片成为一部跨度长达70年的 国人心灵索引 电影商业前夕采访到贾张科 与他聊了聊这部电影的拍摄故事 与他近年来的心得体悟 在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意识到 当营绕与贾张科周深的话题变得复杂 他依然将自我表达摆在最至关紧要的位置 也依然关心时代发展之下的种种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社会观察者 一位知识分子 一位艺术家 在面对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时 如何反思经验 如何坚守立场 以及如何自我重组 以下是贾张科的字数 小时候读到的书 一直以为海水是蓝色的 而现实中 海却是浑黄的 于是就想要一直游 游到海水变蓝 于华老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被击中了 我说这个名字太好了 他没反应过来 他说对 可以写个短篇小说 叫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我说不是 我这个电影能不能就叫这个名字 他愣了几秒钟 很大方地把它送给我了 每一部影片都有他的命运 我们花了四个月的拍摄周期 拍于华在海边散步这一场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们整个电影拍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组镜头 那天上午 我们先在海岩的街头公园聊天 拍他的状态 中午的时候 我们打算去拍海边 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没长潮 海水不好看 我们就打算晚一点再过来 先去拍了别的 等到我们再改回去 天光已经快掉下来了 波涛很汹涌 长大潮了 在最后一次能承受的光线里面 我有幸拍到了 他在海边走路说话的镜头 才得以出现了这个片名 这正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 与剧情片不同 它没有计划性 你要随着人 是 各种变化 探索它的未知性 影片一开始的片名 叫一个村庄的文学 英文的片名是 So close to my land 如此接近我的土地 当时的灵感出发点 就是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村庄 一个是文学 但是在拍着拍着过程中 我发现 村庄跟文学 变成了一个路径 藉由这个路径进入的 是更重要的 生命命题的讲述 围绕着马峰的故事 我听到关于 吃饭和恋爱的问题 甲平蛙的讲述 很像一个地方志 从他门前的山河 讲到这个地狱 发生的故事 于华呢 很像一个脱口秀明星 她很幽默风趣 回忆自己的奋斗时 举重若轻 梁红的部分 好像一个闺蜜 娓娓道来 讲她最私人的 家庭往事 借由乡村和文学 她触及到了 人类共同情感里 每个人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把这些故事 背后反映的问题 称之为 中国人的心事 在纽约电影节 展映时 有评委说 这个电影 是一个国家的肖像 心灵史 这些都是褒奖之词了 这部影片 有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但不一定能做到 但是我觉得 一个国家的肖像 不是一部电影能完成的 它是由无数作品 包括电影 小说 新闻 等各种媒介 才能描绘出来 我很认同另一个评价 人类情感的一个缩影 一直游到海水遍蓝 这个词组组合在一起 恰恰能代表 这个电影 内在的一种精神 游到 是一个奋力 扑进去的动作 海水遍蓝 是理想的世界 这就像一个海洋版的 鱼工一山 区区 折折弯弯 兜兜转转 但是 我们一直在前进 一代一代人 接力改变世界 改变生存处境 在我剪辑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这个片名 应该在片尾处 所以 就像你们看到的一样 片名 也就出现在片尾了 为了这次拍摄 我写了一份 郑重的拍摄申请 发给贾平娃先生 我一直是他的读者 但无缘结实 很高兴 他最后同意了 大家开玩笑说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可以叫做 双甲会谈 我跟梁红老师 于华老师 之前就认识 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有过交流 算是朋友 但你知道 于华并不经常 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为了邀请他来参与拍摄 我只能生情并茂地 去说服 的确做了一些努力 他们本身都有教职 又有很多写作 还要抽出不短的时候 来给你拍电影 确实给人家的生活 带来一些困扰 我非常感谢 出镜的三位作家 感谢他们的大胆 坦诚和慷慨 之所以选择 让作家作为 乡村经验的主要代表 我认为 相对于其他职业的人来说 作家的系统性思维 和细节能力 都决定了 他们是一些 非常好的故事讲述者 另一方面 我觉得 电影和作品 构成了双重的文本结构 文学的世界 和电影的世界 形成了某种关系 他们的作品 都曾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我在八十年代 读到贾瓶瓦的 鸡窝窝人家 后来改成了电影 叫做野山 我特别受震撼 他非常大胆地 面对赤裸的人性 对我来说 就好像惊雷一样 突破禁区 得以看到更广阔的人心世界 梁洪和我年龄相仿 某种程度上 我们有很大的共同兴趣 我很喜欢他的梁庄系列 我的第一部短片 《小山回家》 也同样聚焦了 农民工进城 这样一个普遍情况 于华地活着 就更不用说了 在收获发表之后 我一口气就读完了 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 都很大 现在短视频很流行 但我看手机 很少回去看 短视频上的烧菜 做饭 老大爷跳舞这些 我都看过 很有趣 但它满足不了我 可以作为消遣 不能取代我看书 写作的活动 阅读使我不至于愚笨 写作使我不至于沉默 从文学世界里 我能获得很大的精神支撑 当我在拍一个电影 看到对同样的人物 同样的情感 来自文学的呼应 会让一个创作者 感觉不孤独 但读过他们的作品 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更了解 我的采访对象 我的脚本 联合起作者 万家欢老师 帮助我收集了 大量的资料 来完成采访提纲 其实 更主要的 并不是如何提问 而是在现场 作为一个提问者 实际上 也是情绪的调度者 我会亲耳听他们说话 亲眼看他们的动作 我会去判断和捕捉 每一个人的情感状态 然后 用相应的电影语言 准确地表达出来 对于导演来说 这个工作 是其他人无法取代的 我为防止我的纪录片 变成一个高谈扩轮的电影 它应该是讲故事的 让观众能够进入到历史的语境 去感受的作品 所以 我在提问的时候 会从能够激发讲述者的细节入手 我会问 那天的天气如何 那天是怎样的情景 很多观众认为 梁洪老师表现出的情感状态 是十分感人的 其实 它来自于追问 当他提到他的母亲时 他欲言又止 我察觉到 这个地方有进一步的空间 然后 在这样一个追问的过程里 梁洪老师打开了心扉 我说过 拍当下题材 更重要的是想象力 纪录片同样如此 你需要调动你的想象力 能够看到某些瞬间 可能是一个情感宝库 有的人会觉得 不愿意说 那算了 我们说别的吧 但是 我就看到了 抓住了 并拍下来了 我尽量用理性的方法 去构建这部电影 包括十八个章节 包括用古典音乐 都希望呈现一种客观的状态 但他们的故事 常常让我长久地思考 和回忆我自己 我身边的人 我的家庭经历 这种共情 的确对我的情感打击力很大 有时候 半天缓不过神来 我记得拍摄于华老师 他其实整个拍摄都很欢乐 我们都在笑 但笑完之后 陷入了一种很深沉 内在的不平静 我觉得很奇妙 如果要说 是什么让我感到不平静 我想是因为 他的故事里所讲到的 人的主动性 和命运的偶然性 五味杂陈 影片的故事 从贾家庄开始讲起 这当然带着我的私心 对我来说 这还是一部很个人化的作品 没错 我对形成共识不感兴趣 我觉得太浪费时间 这不是艺术家该干的事情 他是教育工作者 或其他行业的人去做的 我不是说共识不重要 而是艺术家 不应该耗费精力在这上面 艺术家的工作 是发现和探索 共识的工作艺术家 如果去做的话 那你怎么往前走呢 我觉得 要轻装上阵吧 贾家庄是我的出发点 也是这部电影缘起的理由 我现在生活的村庄 山西焚羊贾家庄 过去是马峰先生 以及山耀弹派的 其他几位作家 长时间居住并写作的地方 我是被我们之间的一种 情感连结打动的 回乡 在段慧芳女士的回忆里 马峰在北京工作 有了自己的房子 有很好的生活条件 突然有一天 她决定回去老家生活 我想到了我自己 我三年前也回到老家生活 此前我在北京工作了二十多年 我想这里面 或许有一种神秘的连结 为什么隔了这么久 不同时代的人 都会有一个回乡的动作 我觉得 可能跟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有关 今天的世界 充满了不确定性 世界在重组 疫情发生以来 生活方法在改变 全球化在中断 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 我们想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 我记得格菲老师说过一句话 上帝创造了村庄 人创造了城市 因为有了村庄 才有了城市的概念 在一次交谈中 西川老师谈到了一个细节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 你看我们在火车站 汽车站 甚至在北京的SKP这些地方 你能看到有人蹲在地上 蹲这个动作 深究起来 就是农村的动作 因为 我们在农村生活 养成着蹲在家门口 蹲在田间地头 他也有提到 抢这个动作 因为农村过去生活困难 资源比较匮乏 所以有时 我们坐飞机 每人都有座位 但还冲着往里跑 这些行为背后的 无形的深刻的影响 某种程度上 来自于乡土 并不是说 我们要回到乡村生活 或者说 我们否定城市 而是理解城市 理解今天所有的一切 乡村是一个索引 我们要理解城市 应该就乡村理解城市 就好像 我们去理解农村 也是以农村 作为参照一样 在电影的最后一段 我拍了梁红的儿子 忘记了怎么说河南话 这种对故乡的淡忘 并不足以令我惋惜 毕竟他不在那生活 但我觉得 人对于自己的家族 是不能淡忘的 你可以忘记河南 但是你不能忘记你的爷爷 你不能不去了解 你的外祖父 不能不去了解 自己母亲的童年跟青年 也不能不了解 自己父亲的过去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是有来路的 那是我们序言里面的东西 我们要拥有经验跟记忆 传递过往经验的责任 主要在记忆的拥有者 我们这些 有经验的人也不爱说 孩子们当然 没有机会去接触了 当然 梁红儿子那一代人 他对乡村很陌生 但是你也发现 他也在跟妈妈回去 他也在努力地试图 理解他的外祖父 他有着城市 与乡村的复合经验 对于创作来说 我觉得不应该割裂地说 我拍的就是一个乡村题材 或者就是一个城市题材 大部分人的经验 都是复合在一起的 包括很多观众 给我的风格 提炼了几个关键词 比如乡土 边缘社会 江湖等等 我很理解 但我觉得 这是刻板印象 我一直追求 拍电影的未知性 这种未知性 是由情感驱动的 它不那么清晰 我们电影工业剧本 写作的方法 一般是先写大纲 然后写剧本 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通常做下来就是写 从第一场写到最后一场 它有它的弱点 工作效率低 有某种随意的部分在里面 但它的优点是 内在的情感逻辑 是非常严密的 我很喜欢这种工作方法 我想拍乡村 想拍作家 究竟拍到的是什么 我不会特意规划它 我没有观点 我只有出发点 实际上 2019年疫情来临之前 拍完一直游到海水便兰 我就什么都没有拍了 前面都是两年一步 节奏很稳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个人在重组 疫情带来了世界的改变 和我生活方法的改变 很多东西 我需要重新理解 我过去基本上是一个旅行的人 很少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这个旅行也是全球性的旅行 但是全球化某种程度上中断了 这种生活 首先我得去适应 我去适应的同时 我得去理解它 那我过去对人 对物的看法 就改变了很多 但是 我还不知道 我变成了什么 知道了 我就接着拍电影去吧 谢谢大家